这是为啥呀 当时楼兰人撤退的情景 那他怎么说的 上面说 当年灾难来临之时 楼兰王国已经没有了应对的方法 就在大家等待最后的末日 突然有人报告说 在楼兰郡岛外的海面上 来了一艘巨大无比的船 他是无常来接大家走的 所以国王下令举国迁移到大船上 并且通知跟他们交好的部落 一起撤退了 没想到是这样 巨大无比的船 那有没有记载 你们俩杨人撤退了 来说 别忘了 你们俩杨人撤退了 他们在以后 请留在楼兰兰兵 他们已经在了 找来 什么 距离 没 给力 泡泡 这辉哥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没事的 别担心 辉哥做事 一向小心谨慎 他们回来晚了 说不定是有什么发现呢 再说了 他们没回来 也就不会有人打扰咱俩了 哎呀 走 我去给你做饭吃 我去给你做饭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